好 下面我们看公司法概述的第四个问题 股东出资制度 首先看股东出资的期限 股东应该在多长时间之内出资 要看公司设立的方式 首先发起设立的方式 我们在前面讲过 它指的是由发起认缴全部的股款 法律并没有规定说 在发起设立的情况下 股东应当在多长时间之内缴清出资 因此发起设立 股东是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如果说章程规定 在公司设立的时候一次缴清 那就一次缴清 如果章程规定分期缴付 那就分期缴付 于是在分期缴付的情况下 就可能会出现公司的注册资本 跟实收资本规制的情况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种方式是募集设立 这个募集设立我们说了 其中发起人他只需要认缴一部分 认缴多少呢 至少要认缴其中的35% 剩余的部分将投资者公开募集 所以募集设立要求 必须在公司设立之前一次缴清 而且一定要经过验资 才能够办理公司的设立登记 好 这就是股东出资的期限 下面我们看 第二个问题 关于股东出资的方式 这个内容在考试当中是比较重要的 股东出资的方式一共有五种 第一种是货币 直接出钱 这是最简单的 第二种是实物 比如说拿机器设备 拿房屋出资都没有问题 第三种是知识产权 比如说有同学 有商标 或者是有专利 拿这个商标权 拿专利权来出资都是可以的 好 再有补地使用权 大家知道这是很值钱的 拿来出资也没有问题 以及其他可以用货币估价 并依法可以转让的非货币财产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我跟在座的各位一起投资办公司 有很多同学有的出钱 有的出设备 有的出土地使用权 我跟大家讲 我现在没有现钱 但是我在A公司当中有股权 我把我对A公司的股权 拿过来投资到我们这个公司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股权值多少钱 这是可以评估的 而且它是依法可以转让的 带有债券 拿来出资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就是股东出资的方式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在考试当中 他经常会考察 股东不能够以哪些方式来出资 首先股东不能以劳务出资 针对劳务 我们总结一下 在企业的出资方式当中 但凡是承担有限责任的投资人 都是不可以以劳务出资的 比如我们在讲到合伙企业的时候 普通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 而有限合伙人 他是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所以他就不能以劳务出资 公司的股东也是一样 因为股东他是以出资而为限 或者是以认购的股份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 因此但凡是承担有限责任的投资人 都是不可以以劳务出资的 好 除了劳务不能拿来出资以外 还包括比如说信用 或者是个人的姓名 或者是商誉 特许金权以及设定担保的财产 这是不可以作为出资方式的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一般年这个单选题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规定 下来各项中不得作为出资的是 A 债权 这是可以拿来出资的 B 特许金权 这是不可以拿来出资的 C 知识产权 这是可以出资的 D 股权也是可以出资的 所以唯一不能够作为出资方式的 那就是B选项 好 下面我们看 股东出资的第三个问题 出资义务的履行 大家想 股东履行他的出资义务 是完全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什么时候出就什么时候出 该出什么就出什么 所以 对于股东完全履行出资义务 应当满足两方面 第一 按期缴纳 比如我跟大家一起办公司 我承诺的是 在公司章程当中也写得很清楚 在2022年的年底 我要缴付出资100万 那我就应该在22年的年底缴付出资 好 这是期限按期缴付 第二就是 实际缴付出资的财产形态 金额等 应当跟股东任缴出资时的承诺 是一致的 比如在公司章程当中写得很清楚 王老师出资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周潮的一个杯子 好 那么这个周潮最起码应该是西周或者是东周的吧 对不对 结果我拿个上周的 行吗 那肯定不行 好 这就是股东完全履行他的出资义务 两方面 下面我们看 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履行完毕之后 股东的这些出资 他就转变成了公司的财产 而大家知道公司他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所以公司对自己的财产是享有所有权本 因此我们就要求 如果股东是以现金出资的 应该怎么样 将现金缴付到公司的账户 把钱给公司 这样才会变成公司的财产 如果说是以实物出资的 要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 动产一定要交付给公司 而不动产的话 一定要转移登记给公司 而且实际上还得交付给公司使用 否则的话 大家想我拿一套房子来出资 我只是把房屋的所有权 过户登记给公司 但是一直都是我自己在住 公司从来就没有用过 这也不叫做我履行完毕了 出资义务 因此不动产必须满足两个方面 第一要办理转移登记 第二要交付给公司使用 至于其他的财产权利出资 应当要办理权利转移的手续 比如说如果我是拿专利权来出资的 那我应该把这个专利权转让给公司才可以 要变成公司的专利权 这叫做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 下面我们看股东出资的方式有多种 而不同的出资方式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才可以说股东履行完毕了出资义务 得看到底是用什么出资 对不对 同时在出资的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了问题又应当如何处理 所以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 首先股权出资 我们刚才讲股权债权拿来出资没问题 但是股权出资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才能说股东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呢 据条言 出资人 以其他公司的股权出资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出资人已经履行出资义务 满足哪些条件 四个方面 比如说 我跟在座的各位一起投资办公司 我说我没有钱 没有现钱 但是呢 我在A公司当中有股权 现在我把我持有的A公司的股权 作价100万投资到我们现在新设立的B公司里面 好 这就是股权出资 应当满足四个条件 可以认定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 一 出资的股权 由出资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 也就是 我所持有的A公司的股权 是我合法持有的 而且呢 根据规定 我是可以把它转让给B公司的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好 再看 第二 出资的股权 无权力瑕疵 或者是权力负担 比较典型的权力负担是什么 比如 我在A公司当中的股权 我已经把它拿去质押给了银行借款 好 大家可以想见 即便是我把这个股权给了B公司 将来我还不了银行的钱 银行会把A公司的股权 从B公司拿出来拍卖 还他的钱 而一旦卖完了之后 对B公司而言 是不是等于我就没有履行出资 对吧 所以要求 出资的股权 没有权力瑕疵 或者是权力负担 好 再看 第三个条件 出资已经履行了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 简单的讲 出资的股东 已经把股权转让给了公司 比如 我拿我在A公司的股权出资到B公司 好 履行出资义务要求我 必须把这个股权过户给B公司 也就意味着 在A公司的股东名册上 不再是我 而是谁 B公司 这叫做已经转让给公司 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 好 最后 出资的股权已经依法进行了价值评估 比如 我刚才讲 我以我在A公司当中的股权作价100万 出资到B公司 而我这个股权真的值100万吗 到底值不值 要经过评估 如果评估的结果 确实值100万 说明我履行完毕出资义务 如果评估的结果 只值50万 说明我出资是不到位的 好 满足四个条件 我们认定 股权出资 已经履行完毕 出资义务 如果说前三项不满足 出资的股东可以补证 比如说 上面有权力负担的 我们可以解除这个权力负担吗 我把欠银行的钱还了 解除质押 好了 我这个出资呢 也就到位了 好 如果说没有评估的 那就应当进行评估 我们关键看 评估的结果 是否跟股东承诺出资的金额 是一致的 好 这是股权出资 下面我们看 第二 非货币财产出资 如果出钱很简单 直接把钱打到公司的账上就行了 是吧 但是这个非货币财产出资 包括食物 土地送权 知识产权等等 大家想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 你这些东西 到底值多少钱 比如 我跟大家一起投资办公司 我拿我的一套房子来出资 我说我这套房子值500万 作价500万 我这套房子真的值500万吗 应该怎么样 评估 所以第一个问题 评估作价的问题 但凡是非货币财产出资 一定要经过评估 假如没有评估 那就评估 关键看评估的结果 如果评估的结果 跟股东承诺出资的金额是一致的 说明他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 如果说评估的结果是少了 比如我说 我以房屋作价500万出资 结果这套房子只值300万 那就应该认定股东出资不足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在股东出资以后 市场价格或者是 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化 导致财产贬值的 不能够认定股东出资不足 除非当时另有约定 比如在座的各位 大家想想 拿什么出资的最为明显 电脑出资的 手机出资的 对吧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我大概在20年前吧 有一个手机 诺基亚 那个时候绝对是一个神机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次我摔了一跤 夹击摔地上 这个手机摔成了三块 就是外壳变成两块 中间的星一块 我起来之后把它拼一块 发现它居然还能用 你像如果是20年前的手机出资的话 那个时候可能价值5000块 对吧 到了现在能卖5块就不错了 这就是出资以后 市场价格发生了变化 或者其他客观的因素 导致这个财产贬值了 你不能说认定我出资不足 是吧 除非当时你有约定 好 下面我们看 非货币财产出资 第二个问题 非货币财产出资不到位 如何补证 那么其中比较典型的 针对不动产出资 比如说 房屋 土地使用权 拿来出资 大家知道 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才叫做股东旅行完毕 出资以后 第一要过户登记给公司 第二要实际交付给公司使用 所以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已经交付给公司使用 但是没有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种情况 已经过户登记给公司 但是呢 没有实际交付给公司使用 因此如何补证呢 很简单 已经交付 但是没有办理登记的 那就办理过户登记 所有权要转移 已经登记 但没有交付给公司使用的 那就交付给公司使用 而股东什么时候开始 享有股东权利呢 从交付时期 享有股东权利 在这里面 大家就要注意 比如说 我承诺拿房屋出资 我今天把房子交付给公司用 但是一年之后 我才办理过户登记 我可以主张 从交付给公司使用开始 就享有股东权利 为啥呢 因为这个时候 公司已经在用这个资产了 但是反过来 我今天过户登记给公司 明年才交付给公司使用 那么只能从明年 交付使用的时候开始 享有股东权利 原因就是 我没有把这个财产给公司用 好 这是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 下面 如果非货币财产出资存在瑕疵的 那就消除瑕疵 比如说 以化波的土地使用权出资 那就应当要办理 变更手续 要把它变成出让土地使用权 否则的话 要认定股东 出资不足 如果说 以非货币财产出资 在这个财产上面 已经设定了担保的 大家知道 典型的 比如 我的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 然后我拿过来出资 虽然说所有权转移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时候抵押权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一旦银行把这个房子拿去拍卖 那就我没有履行出资物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 对于这种 在财产上面设定了担保的 就应当解除担保 如果不解除担保 随时都有可能被债权拿去拍卖 所以 不解除担保 那就认定股东出资不足 好 这是非货币财产出资不到位 下面我们看 17年这个单选 假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5日 公司章程规定 股东以 以七零下的一套房产出资 已于1月7日将房产交付给公司 但是 没有办理全数的变更手续 5月9日 股东丙 素质民法院 要求已履行出资义务 大家看 这个饼 起诉 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因为房子 不仅要交付 而且还要过户登记 5月31日 人民法院责令 于10日内办理全数变更手续 6月6日 已完成办理全数变更手续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规定 已享有股东权利的起始日期 我们说了 他可以主张 从什么时候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呢 交付的时候 因此 1月7日 你就可以享有股东权利了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 应当选A 好 其他都是错误的 好 再看 这个例题 案例分析题 腾信公司成立于2016年2月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有资人股东贾 比 合法人股东A公司 A公司以现金200万和500平米办公用房 作价1200万出资 A公司首期缴付了200万现金 办公用房于2016年6月交付给腾信公司使用 但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按照股东协议的约定 A公司因于2016年6月底之前缴付全部出资 K字本调查认为 A公司的实物出记物尚未履行完毕 问 K字本认为A公司的实物出记物 没有履行完毕的观点是否成立 并说明理由 我们分析了 因为它需要房屋出资 必须要满足两个方面 一 一定要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 要交付给公司使用 虽然它交付了 但是一直没有办理过户 说明它的出记物没有履行完毕 因此 答案就是 K字本认为 A公司的实物出记物 没有履行完毕的观点是成立的 根据公司法理制度规定 出资 以房屋出资 已经交付公司使用 但没有办理权属 变更手续的 不能认定为完全履行而出记物 因此 在A公司将房屋过户给恒信公司之前 实物出记物 尚未履行完毕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三 是用无权处分的财产出资 所谓无权处分 无非就是用他人的财产 或者是用共有物 但是没有达到法定的处分标准 比如说 我的一台设备借给张三用 或者是租给他用 好 张三 他虽然合法占有 但是无权处分呢 如果他把这个设备 拿过来跟你们一起投资办公司 下面的问题就是 我有没有权利找到你们公司 把设备要回来 大家想 能不能要回来 关键看什么 关键看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如果公司构成善意取得比较典型的 张三过来跟你们投资的时候 你们并不知道该设备并非张三所有 于是你们公司是善意的 就能够获得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我就不能找你们公司把设备要回来 我只能怎么办 找张三 要求他赔偿 原权利只能够要求无权处分 赔偿损失 好 反过来 如果公司不构成善意取得 比如 张三过来跟你们一起投资的时候 你们问张三 你这个设备哪里来的 他说 这个设备 从王老师那借来的 或者是租来的 你们想 哦 这样啊 正好可以拿来投资 王老师嘛 好 如果是这样 大家看 你们公司就不构成善意取得 既然不构成善意取得 我就可以找到你们公司 把这个设备要回来 而我一旦把设备要回来 大家想 张三 他投的设备没了 说明他就没有履行他的出积物 所以公司如果不构成善意取得 原权力可以要求返还财产 此时应该认定该股东 也就是无权处分人 没有履行出积义务 好 大家看 这就是针对善意取得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他不仅在物权法的制度 在合同法的制度 还有可能在公司法 甚至后面破产法 票据法当中考大家 都是有可能的 好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用侵占他人的财产 或者是挪用的资金出资 比如张三 是某单位的会计 好 正好单位账上有钱 他又想投资赚钱 但是自己没钱 怎么办 就从单位 小小的挪了也不多 也就一个亿 过来投资 给你们一起办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那原来这个单位 是不是说 直接把钱要回去 大家想 因为你们这个公司 他能投一个亿的话 说明规模也挺大的 一旦把这个钱要走了 那这个公司 极有可能就解体了 而公司一旦成立之后 他不仅仅是涉及到股东啊 他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员工 还有很多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比如签了合同的 是不是 因此如果用违法所得出资的 应当以出资所形成的股权 折价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题 案例分析题 A公司章程表明 假以现金30万 已以设备作价10万 而该设备是以借来的 以借来的 我们就看公司是否构成 善意取得 公司对此不知情 既然不知情 公司构成 债益取得 并以土地送权 作价50万 并以所持有的另一公司的股权 作价10万出资 设立A有限资论公司 A公司经营半年之后 负债无法清场 债权人发现 已出资的设备 未经评估 没有经过评估 那就评估 如果说评估值10万块钱 没问题 说明他出资到位 如果说评估不值10万块钱 说明他出资不到位 而且被出界人起诉 要求返还 这是不可以的 他只能够要求赔偿损失 因为公司构成 善意取得 顶出资的土地顺权 没有变更登记 如果没有过户登记的话 那就应当要完成过户登记 否则应当视为顶 没有履行完毕出资一物 丁出资的股权 已为其银行贷款设定 质押担保 设定了担保 应当怎么样 解除担保 否则认定他出资不足 最请求法院判定股东 出资不足 问对乙丁丁的出资行为 如何处理 好我们刚才分别讲到了 下面我们看 首先对乙 他的这个设备 是无权处分 但是公司是不知情的 构成善与取得 所以出借人 只能够要求以赔偿损失 而不能要求公司返还 但是设备应当评估 如果评估不足10万块钱 认定出资不足 针对丙 这个土地使用权 应当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而针对丁 他应当要解除股权的质押 否则的话 丙丁不能够完成 那就认定他们出资不足 好下来我们看 股东出资的第四个问题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 所谓股东违反出资义务 指的是 没有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完全履行他的出资义务 而违反出资义务的表现 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出资不足 简单的讲 该他出的钱 他没有出 或者是没有出完 第二种是抽套出资 虽然说他已经出完了 但是后来又采取某种方式 从公司当中抽走了 于是就导致他违反出资义务 好下面我们看 针对不同的违反出资义务的表现 股东应当承担各种责任 第一 公司设立的时候 股东出资不足的责任 也就是该股东 没有履行 或者是没有全面履行 他的出资义务 比如说 假1.3个人 各出资10万 20万 30万 办A公司 假如A公司的章程明确规定 在公司设立的时候 所有的出资一次较轻 结果假一分钱都没有出 好下面的问题 假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三个方面 第一 对公司而言 该股东应当补足 因为股东承诺 缴付给公司的钱 在公司成立之后 它就是公司的财产 你不缴付的话 那你就是欠了公司的钱 对吧 所以 A公司 跟其他的股东 都有权利 要求该股东补足 对于这个主体 大家注意 在考试当中 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也就意味着 A公司跟仪丙 都有权利要求假 补足该出资 而针对该股东 对公司的股足出资的义务 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 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也就意味着 A公司找假 要十万块钱的时候 仪丙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因为 你们三个人一起 发起设立公司 仪丙 你对假 出资不到位 知不知情 当然知情 既然是知情的 包币也是犯罪 你不找他要吗 是不是 所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 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好再看 该股东承担的第二种责任 是对其他股东 大家想 其他两个人 仪丙 都已经绞情了 假你出资不到位 其实对这两个人构成什么 违约 所以 该股东 对其他股东 要承担违约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 该出资不足的股东 应当向 以按其足而缴纳 出资的股东 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当中 假 除了应该向 A公司补足出资以外 还应当向 以柄承担违约责任 人家都缴了 你不缴 那不就是违约吗 而股份公司 按照发钱协议 承担违约责任 比如说 他们三个人 发起设立股份公司 他们之间是有发钱协议的 人家都已经缴纳到位了 你没有缴纳到位 那你就应当 要对其他的发钱承担违约责任 好 这是第二 对其他股东 再看 第三个方面 是对债权人 对债权人承担什么责任 补充赔偿责任 债权人 有权要求股东 在未出资本期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 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为什么呢 道理也很简单 大家想 如果假 你出资是到位的 那现在A公司 应该一共有60万 如果A公司欠了 B公司正好60万 大家看 在假出资到位的情况下 B公司的债权 是完全可以得到实现的 但就是因为假 你这10万块钱 出资不到位 导致现在A公司只有50万 于是B公司的债权 就有10万块钱 不能实现 所以B公司有权利 要求该股东 在他出资不足的 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而债权还有权要求 发起人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当然发起人在承担责任之后 是有权利向该股东追偿的 也就意味着 假出资不到位 我们刚才说了 债柄里两个人 也是有过错的 是不是 明明知道为什么不找他要 所以呢 作为债权币公司 有权利要求 假在他出资不足的 本息范围内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而要求债柄为假 去承担连带责任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二是增资的时候 如果股东出资不足 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比如说 假以柄各出资十万 二十万三十万 办了A公司 好 后来 他们又引进了一个股东 丁 丁呢 承诺出资四十万 结果丁可能只出了十万块钱 剩下的三十万没有缴 那么 该股东 首先对公司应当补足 也就是你差的三十万 应该要给公司 而对债权而言 道理是一样的 应当在出资不足 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好 关键是 对于这个增资的时候 股东出资不足的 有可能 相关的董事高管是有责任的 因此 公司 其他股东或债权 有权要求 对此有过错的相关董事 高级管理员 承担相应的责任 比如为什么丁 出资没到位呢 原因就是 A公司的董事监督不利 没有找丁药 或者是默许他 慢慢来不要紧 像这样的 有过错 那么就应当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 而董事高管在承担责任之后 因为最终的责任 不是他们自己的 所以是有权利向该股东追偿的 好 这是增资的时候 出资不足 再看 假如股东出资不足 就转让他的股权的 比如说 贾一饼三个人 各出资10万 20万 30万 但A公司 贾这10万块钱 本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应该在公司设立的时候 一次较轻 结果 他一分钱都没有较 好 A公司成立之后不久 他就把自己的股权 转让给丁 这就是出资不足 转让他的股权 其结果 第一 出让人 也就是原股东 应当补足 因为是假 自己出资不到位 所以他应该补足 好 关键是丁这个人 大家想想 如果丁对此事知情的 他有没有过错 有过错 既然有过错 那就要承担责任 所以 受让人 如果是知情的 首先 公司有权要求起 对补足出资 承担连带责任 也就是假出资不到位 就转让给丁 而且告诉丁 其实我一分钱都没出 那在这种情况下 A公司有权力 首先要求假补足 同时有权力 要求丁为此承担 连带责任 好 再看 债权 有权要求出资不足的股东 承担 补充 赔上责任 而 此时因为受让人是知情的 所以 有权力要求 受让人为此承担 连带责任 只不过 受让人在承担责任之后 有权力向出让的股东 追场 除非当审 六月定 比如说 A公司 他欠了B公司 60万块钱 我们刚才讲了 假如假的出资是到位的 那A公司本来有60万 可以清偿给B公司 就是因为假 你出资不到位 现在又把它转让给了丁 而且丁对此是完全知情的 那么 作为B公司债权 他有权力要求假 在出资不到位 本息范围内 对A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同时有权力要求丁 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只不过 最终的结果 大家知道 因为是丁 受让的股权吗 并不是他自己一开始就出资不到位 所以丁在承担责任之后 是有权力找假追场的 除非他们之间没有约定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这样一个单选题 某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假 将其所持全部股权 转让给该公司的股东 以受让该股权时 知悉假 尚有70%的出资款 没有按其脚步 下来关于假 不按规定出资责任的表述中 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事 这就是出资不足 转让股权的 A 想继续向公司承担 左脚那出资的义务 你对此不承担责任 这是错误的 因为已是知情的 所以他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B 想继续向公司承担 左脚那出资的义务 你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正确的 C 你代替假 向公司承担 左脚那出资的义务 想对此不再承担责任 这是错误的 B 你代替假 向公司承担 左脚那出资的义务 假对此承担 补充 轻畅责任 也是错误的 好 这是出资不足 股权转让的 正确答案 应当选B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四 是显明股东 对出资不足的责任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显明股东 跟实际出资人的关系 比如 张三本来想投资于A公司 结果 A公司里面 原来他就有一个股东 谁呢 可能是王武 那这个王武呢 跟张三有仇啊 虽然不至于达到 杀负仇人这种程度 但是也是属于那种 仇人相见 分外掩护 对吧 每次见面可能就要干起来 那一旦张三投资于A公司 开股东会 就会碰到王武 于是呢 张三就跟李四讲 说兄弟 你帮我个忙 我确实不想建那个王武 所以 你以你的名义 在A公司里面 去投资 你做那个显明股东 就是A公司的股东名册上面 是李四的名字 但实际上 钱是谁出的 张三出的 好 于是呢 就出现了 显明股东 跟实际出资人 这样一个关系 那下面我们来看 对于显明股东 他对出资不足 应当承担 何种责任 比如说 张三 你在A公司当中 投资100万 本来应该在A公司成立的时候 一次矫情 结果 李四去做显明股东 但是张三呢 可能 只出了60万 他的出资就没有到位 大家想想 对A公司的债权人来说 他看到A公司的股东是谁 只能是李四 他不可能知道 李四背后 还有张三 这个实际出资人 对不对 因此 这个显明股东 对出资不足 应当承担的责任 主要是针对债权人 债权人 可以要求显明股东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 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而这个显明股东 不得以其为显明股东为由 对抗债权人 只不过 显明股东 在承担责任之后 可以向实际出资人追查 简单的讲 因为张三 作为实际出资人 他有40万 没有出到位 于是呢 在A公司这 显示出来 显明股东 李四领下 就有40万 出资是没有到位的 好 A公司现在就缺了40万 对不对 对债权人而言 本来这40万 是可以用来还给他的 但是现在A公司 就缺这个钱 因此债权人 他可以要求显明股东 李四 在出资不到位40万 本息范围内 对A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李四就不能说 老债 债权人 说我只是一个显明股东 我背后有一个实际出资人 张三 你找他 这个时候债权人会讲 不好意思 我只找你 你在找他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贸用他人名义出资的 谁干的 谁承担责任 什么叫贸用他人名义出资 比如 有人捡了王老师的身份证 以王老师的名义 去出资办公司 我知道吗 我根本不知道 他跟这个实际出资人 跟显明股东的关系 完全不一样 实际出资人跟显明股东 他们之间是有协议的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所以贸用他人名义出资 谁干的 谁承担责任 被贸名人 并非是所谓的显明股东 因为这个被假冒的人 他其实也是受害者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不承担 出资不足的责任的 谁干的 谁承担 冒名登记的行为人 应当为此 承担责任